八位青年人和張建宗在書展談閱讀 他先向青年人推介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給青年十二封信》 是1929年當時上海的開明書店發行的 但超越時空的空間 因為信息我覺得是一個例字片 每一封信都是跟我們今天香港的環境 可以覺得是有密切的關係 例如它很簡單 談讀書 本身在《新聞發燒友》的張建宗 每天都看多份報紙的社評 如有世界大事 連外國的報紙都看了 講到學習新事物 他說圍觀這麼多年 每幾年右轉新的崗位 一直都在學習著 我是希望能夠看到一些好書 看到一些好書 開拳遊翼 每一本書就帶來很多智慧 有些畢生的精力 他入常又喜歡做運動 我喜歡踢足球 不是一對球的足球 是自己和自己踢 我自己和自己踢 自己扭球 張建宗就呼籲市民 多些看書 吸收不同的新事物 M21news記者 謝程欣報道 Geskons.com M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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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